黑夜 雷达屏上亮点一闪而灭 屏幕空白 什么也看不见 那一刻 整个战场陷入了安静 没有导弹 没有爆炸 只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空气中扩散 它不是攻击 而是压制 它不是摧毁 而是让敌人电子系统陷入混乱 几分钟后 一架机身灰白的飞机从云层中穿出 它没有携带炸弹 也没有挂载导弹 它的任务不是杀伤 而是让对方无法战斗 它的武器是噪声 它的防御是信号 这架飞机就是EA6B 美军称它为徘徊者 它不投弹 却能让敌人的防空网络全线瘫痪 它不正面交战 却能为整个舰队开路 在越南的天空 在波斯湾的战场 在科索沃的夜色中 只要有雷达信号出现的地方 就有它的电磁阴影 它是航母舰队最隐蔽的成员 却可能是最致命的那一个 它为什么能让雷达看不见 它靠的是什么技术 又是为什么 这架飞机能在服役40年后 仍被称为不可替代 大家好 我是Jason 今天我们不讲飞行速度 也不谈武器挂架 我们要讲的是一种更看不见的力量 电子战 EA6B 一架不投弹 却能决定胜负的飞机 事情的起点要回到上世纪60年代 那时的越南战争充满了反空导弹的奸效 苏制SAR导弹在丛林间升空 一次次击中美军战机 传统的机动与投弹战术 突然在雷达信号面前失去了意义 美国海军意识到 想要生存 就必须先压制敌人的雷达 最初的尝试是从A6攻击机 改装而来的EA6A 那是一种过渡方案 挂载几具电子雕舱 负责简单的干扰 但很快 美军发现这远远不够 要对抗完整的防空体系 需要一架为电子战而生的飞机 于是EA6B项目被启动 它继承了A6的机体结构 但几乎重做了内部 双座变成四座 驾驶舱后方增加了三名电子战军官 他们不再操纵导弹 而是操纵信号 每个人都负责一个频段的截获与干扰 整架飞机就像一部飞行的干扰中心 为了容纳庞大的电子设备 EA6B的机身被重新布线 它增加了专门的屏蔽层 冷却系统 以及强大的发电能力 这意味着牺牲机动性 也意味着彻底改变任务属性 它不再追求高速突防 而是以稳定飞行 换取干扰精度 EA6B的外形看似笨重 但那是有意为之 它的每一次凸起 都隐藏着天线和信号收发设备 机头 异端 尾锥 全是电子眼和信号嘴 它不需要灵活翻滚 只要在正确的位置保持存在 这架飞机的力量 不来自武器 而来自干扰功率 它能把雷达信号淹没在噪声里 能让敌人看到的 不是飞机 而是一片雪花 EA6B是那个时代最独特的产物 一架为了电子战而重新定义的舰载机 它让人们第一次意识到 在未来的战争里 谁能控制频谱 谁就能控制整个天空 要理解EA6B的力量 就必须认识它的核心 AEN ALQ99战术干扰系统 这套系统是整架破坏者的灵魂 如果说驾驶商是它的大脑 那么ALQ99就是它的声音 这不是雷达 而是一种反雷达的装置 它不负责探测目标 而是让目标探测不到任何东西 工作原理很直接 却极其复杂 先截获 再分析 然后选择频率 最后发射干扰 EA6B 首先用接收天线 监听敌方雷达信号 一旦捕捉到波形 它会立刻识别信号特征 分析频率与脉冲模式 这些数据会被电子战军官实时处理 再由计算机选出最适合的干扰方式 噪声压制 欺骗信号 或者是宝盒式攻击 接下来 基附下的吊舱开始工作 那些鼓状的吊舱 就是ALQ99的核心模块 它们能在多个频段 同时发射高功率干扰波 把敌方雷达的回波信号 掩盖成无意义的杂音 当雷达屏幕上出现满屏噪点时 操作员看不到飞机 只看到一片雪花 ALQ99最惊人的是功率 每组干扰舱都要单独供电 全机的发电能力高达27000V 相当于十几户家庭的用电总和 而这些能量全部被用来制造一种目的 让敌方雷达失明 更关键的是 ALQ99不只是盲目发射噪声 它能识别雷达型号 对不同系统施加不同干扰 面对制导雷达 它能制造假目标 面对预警雷达 它干扰重部信号 面对火控雷达 它干扰回波时序 让导弹丢失锁定 正因如此 EA6B不仅是防御者 它也能主动出击 用信号压死整个防空区 在联合打击中 它往往最先出动 在轰炸机和攻击机到达前 就先让敌方雷达陷入混乱 这就是它被称为电子战怪兽的原因 它不靠速度 也不靠火力 它用一套复杂的算法和电磁能量 让敌人的科技变成负担 对手越现代化 受到的反噬就越大 AR-Q99是那个时代 最先进的电子干扰系统 而EA6B就是它最完美的载体 两者结合 构成了冷战海空作战中 最神秘的一环 一种不流血的力量 却足以改变整个战局 EA6B的职业定位 很少出现在火力榜单上 它不是第一波导弹 也不是最后一击 它的价值体现在作战链的前端 在编队形容中 徘徊者常常执行三类任务 护航压制 战区清理和情报支援 护航时 它跟随攻击机编队 提前清除敌方发现与锁定的能力 出防前 徘徊者会在敌方雷达周边 制造造声 让搜寻与跟踪 失去节奏 在对地打击中 它扮演的是先生 使后续飞行器的风险大幅下降 在海上作战里 它又像一层看不见的护盾 为航母打击群 扫出电磁威胁 除此之外 EA6B还承担电子情报任务 它可以长时间制空 监听并记录敌方雷达 通信信号 这些数据回传后 成为后续打击方案 与电子对抗策略的基础 换句话说 徘徊者同时是清场者 也是情报库 在典型任务中 你常常看不到它的直接战果 没有爆炸画面 也没有战果罩 但当敌方防空系统 因干扰而迟疑时 出防成功的几率就翻倍 地面部队的生存率 也随之上升 它用沉默 换取别人的行动自由 从战术层面看 EA6B的存在 改变了空中作战的节奏 过去战斗是物理弹药的比拼 而徘徊者带来的是时间与信息的博弈 谁先掌握频谱优势 谁就能掌握突防节奏 这也是为什么 航母战斗群把电子战能力看作必需品 不是奢侈 而是生存需求 徘徊者的战士并不华丽 但却富有决定性 在每一次大型空袭中 它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更低的几方损失 和更高的任务成功率 这是一种看不见的战斗 敌人的雷达变成噪点 防空指挥变得犹豫 导弹失去锁定 自信被侵蚀 在现代战争里 这种无形的胜利 往往比消耗弹药更有价值 然而强大也意味着负担 EA6B的维护与操作成本高昂 每次飞行之前 都需要大量的地面调试 设备效准与频谱检查 维护人员 必须对复杂的电子器件有深度理解 任何一个街头 任何一处屏蔽失败 都可能导致干扰效果下降 此外 ALQ99等老式系统 在面对新型数字跳频 加密通信时 效率会打折 这部分局限 我们会在后续详细展开讲解 EA6B的真正价值 不在试验场 而在战场 它不是象征性的存在 而是一架参与了 几乎所有主要空气行动的作战平台 最早的试验来自越南 当北越的防空网 在苏质雷达和SAL导弹 愈加密集时 美军发现 常规突防几乎等于自杀 EA6B在战场上首次执行任务时 它的任务不是攻击 而是静音 它用高功率干扰信号 压制敌方雷达 让导弹锁定系统无法工作 那些被它保护的A6 F4编队 在电磁物中突防成功 这场试验性的任务 验证了电子压制 可以取代硬突防的作战逻辑 随后是1986年的利比亚空袭 黄金峡谷行动 EA6B作为航母编队的电磁先导 在突防前就开始工作 当美军攻击机进入利比亚领空时 敌方的防空雷达 几乎全被噪声覆盖 部分雷达虽然还在运作 却只能捕捉到虚假的目标 正因为有徘徊者的支撑 舰载编队才能在复杂防空环境下 完成精确轰炸 并全员返航 时间来到1991年的海外战争 这是EA6B发挥的 最淋漓尽致的一次战役 联军在开战首页 发动沙漠风暴 先由徘徊者航线 压制伊拉克防空体系 再由攻击机群 展开火力覆盖 雷达战被干扰 指挥链被扰乱 导弹发射车在混乱中暴露 EA6B的电子干扰 让整个防空网络短暂失明 为空袭机群 创造了无阻的空中走廊 根据战后统计 海湾战争期间 美军执行的所有SEED任务中 EA6B参与率超过八成 之后的科索沃战争 它再次成为空袭中 必不可少的角色 在那场多国联合作战中 EA6B与北约盟军的电子战系统 实现了频谱共享 知识分配干扰任务 在多重雷达与通信干扰下 南联盟的防空系统 几乎无法形成连续追踪 这让EA6B成为 联盟指挥体系中的 隐形调度员 值得注意的是 在所有这些战场上 EA6B从未直接摧毁目标 但每一次成功突防 每一次导弹失效的背后 都有它的作用 它不参与战国统计 却改变了战国本身 有人说 EA6B的功劳看不见 但正因为看不见 它才真正属于现代战争 它用信号取代弹药 用干扰赢得空域 在越南 它是新概念的实验者 在海湾 它是联军的电磁长矛 在科索沃 它是平谱站的协调者 每一场战争 都印证的同一个结论 在信息化战场 控制平谱 就等于控制命运 其次是可用率 与维护成本 一小时飞行 常常需要数小时 甚至十几小时的地勤准备 高功率发射器 对冷却 屏蔽 接地 连接器的要求极高 任何一个小问题 都会导致输出功率骤减 或频谱泄漏 在高强度战斗节奏下 徘徊者的出动频率受限 无法像多用途战机那样 高频轮替作战 第三 是平台自身的局限 为了装载大量设备 机体牺牲了速度与机动 在遭遇防攻火力 或敌方飞机压制时 它的自卫能力薄弱 四人编组带来强大的现场判断力 但也增加了训练与人力成本 在需要快速周转 与小编组灵活应对的现代战场 这种设计显得吃力 第四 是战术环境的改变 随着数字通信 网络中心站与分布式作战的发展 单一的高功率干扰 以不足以覆盖复杂的联合作战需求 现代战场要求电子攻击与情报 网络攻防 火力打击 深度融合 必须能快速升级 远程分发干扰策略 与其他平台共享目标与频谱情报 而EA6B的许多电子系统 并非模块化设计 升级与联动都不够便捷 最后是对抗手段的进步 对手开始广泛采用低概率截获雷达 抗干扰编码 频谱分散 与指挥控制区中心化等策略 这些对策削弱了传统噪声压制的效率 使得单一依赖高功率的打法面临挑战 这些局限并非一夜之间显现 正是积累效应推动了平台的替代 EA6B在确立频谱作战概念上 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但要继续在新时代发挥作用 必须把高功率转化为数字化 模块化 网络化的能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军方提出了新的要求 更快的频谱识别 更灵活的射频模块 更低的维护时间 更强的网络协同 下一代平台的设计目标 正是解决这些痛点 这也是EA18G出现的根本理由 退场并不意味着被否定 它更多是一次策略 以技术的进化 EA6B把频谱控制 作为作战命题立了起来 但那套以高功率模拟为核心的路径 到了数字化时代显得笨重 所以 机认者的设计目标很清晰 保持电子攻击的穿透率 同时提高响应速度 可维护性与网络协同能力 EA18G咆哮者的出现 正是对这些需求的直接回应 它基于FA18F平台 但机体并非简单换壳 工程师把电子战系统数字化 模块化 引入可重构射频单元 和更强的信号处理能力 这意味着 它能更快识别跳频信号 应对复杂调制 并在软件层面通过更新 快速适配新的威胁 这是旧式ARQ99难以做到的 在人员与操作逻辑上 咆哮者也做了调整 从四人编组缩减为两人 操作界面更集中 自动化程度更高 这是一个折中 减少机组负担 提高出动灵活性 同时把更多的评补作战任务 通过网络分给其他平台处理 换句话说 咆哮者不再是单兵作战的干扰炮 而是编队内的频谱指挥节点 另外一点关键改进 是与战术网络的深度融合 咆哮者把自身监测到的射频情报 实时共享给航母 战斗机编队 乃至地面指挥中心 这样 频谱优势从单点发射 演变为分布式协同 谁在何处发射 何时切换频段 如何分配功率 都成为一个需要统一调动的资源分配问题 电子站不再是孤立行动 而是与情报 通信 火力协同的有机部分 在自卫与机动性上 借助FA18的空战基因 咆哮者也更不容易成为脱油瓶 它可以在遭遇威胁时 利用机动回避 使电子站平台同时具备更高的生存几率 同时 模块化设计让维护更加便捷 地勤恢复速度更快 出勤率得到明显提升 这是高强度作战节奏所必须的 但传承并非完全抛弃 EA6B的作战理念 人员训练体系 频谱情报积累都被计成了下来 许多执行过徘徊者任务的机组与地勤 成为咆哮者发展的骨干 这种经验传承 在战术细节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何选择干扰窗口 如何与友军频谱共享 如何用电子攻击配合物理打击 这些战法并未被取代 而是被数字化后放大并系统化 同时新的平台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网络化意味着对抗面更广 网络攻击 数据篡改 链路被截获 都可能削弱频谱作战效果 因此 咆哮者的作战体系 不仅要对抗传统雷达 更必须防护通信链路与数据完整性 把电子战和网络攻防紧密 逆偶合在一起 总结来说 徘徊者铺好了路 咆哮者则把路变成了一张可以伸向未来战场的作战网 徘徊者的价值不只是一个平台的数据条目 他把频谱从边缘一提推到了作战的中心 在他之后 军队不再只看弹药与航程 开始把频谱控制纳入战术 纳入编队训练与后群保障的核心指标 他留下了三类直接遗产 第一是战术概念 SEED从炸弹先行变成了电子先行 谁先瘫痪对方的感知 谁就掌握了突防的节奏与主动权 第二是人员与训练体系 电子战官 测评工程师 频谱勤炮分机时成为必须职业 训练课程与操演被系统化 第三是工程经验 高功率射频 吊舱集成 舰载供电与冷却方案 这些技术细节 被写入后续平台的设计规范 更广泛的影响 是催生了一场全球性的频谱军备竞赛 看见了徘徊者效果的国家 纷纷投入了本土的EW研发 从简单干扰器 发展到综合射频情报 电子攻击与网络电磁行动的体系化能力 频谱不再是单点武器 而是多余联合作战的基石之一 与此同时 对抗手段也在进化 对手发展跳频 低概率截获雷达 分布式指挥 硬件抗干扰和通讯加密 频谱战变成了一场持久的博弈 干扰与反干扰 探测与反探测 欺骗与识别 不断交替升级 每一次技术突破 都会带来新的技术与新的脆弱点 最后 徘徊者带来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变革 是对战争定义的扩展 胜利不再仅由弹药决定 信息控制与感知操控成为关键 在没有炮火升的时刻 也能完成战略目标 阻断 迷惑 拖延 保护 这类胜利更隐蔽 也更持久 EA6B用数十年的服役 证明了一个命题 掌控频谱 就是掌控选择 它没有轰炸的壮观画面 只有改变角色链 与行动自由的无形力量 而正是这份无形塑造了现代战争的另一条主线 电磁与信息的竞逐 一架飞机的价值不在于它投下了多少弹药 而在于它改变了对手的判断与反应 EA6B用噪声换来了沉默中的胜利 用干扰换来了别人的行动自由 它把频谱从辅助领域推到了作战的中央 把信息控制变成了决定胜负的新维度 40年的服役不只是时间的长度 更是概念的深度 谁先掌握频谱优势 谁就先拥有更多选择权 我是Jason 下一集我们会把视角转向机认者 EA18G咆哮者 深入对比两代平台在技术战术 与网络化协同上的差异 并探讨数字化射频系统 如何重塑未来战场 我们下期再见